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小组好像都到了,那我们有新朋友,对不对?Joy,那Joy,现在人在吗?听得到我讲话吗? 能听到。能听到,OK。你方便开一下你的摄像头,让我们可以来看到你。你好。你好,很高兴你们来参加我们的,今天是读书会,对。 那我们要不要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让Joy也可以认识,了解一下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那就很简单,我们来很简单的做一个基本的介绍,就是我们的名字。 然后,家里的小孩子,不是小孩子,对,小孩子。家人也可以,不一定要小孩子。 然后,然后第三样事情的话就是,现在是12月,就是圣诞节,我快要到圣诞节,就可以分享一个圣诞节的计划好了,不一样的。 有什么计划,那我们顺序是这样子。我先开始,然后Titus。 然后Amanda,然后Eric,然后Daniel,如果方便的话,你在开车。如果方便的话。 你是在开车还是坐在车子里面? 我没有,我在家里。 哦,Joy在家里。Daniel是在开车吗? 是的,刚下班。 是的。 OK,那如果Daniel方便的话,不方便的话,没关系,因为开车,然后在Joy。 OK,那我来介绍一下,我叫Jason。 然后我们家成员是四位。 我,我的太太。 对,然后还有我有两个小孩。 老大是儿子叫Avan。 现在是六岁,独一年轻。 然后小的是叫Melody,一位女孩子。 三岁,现在应该是pre-school。 就是pre-school的中文是什么? 幼儿园,幼儿园。 幼儿园。 学前班。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我们圣诞,圣诞就有什么计划? 就是吃,然后睡。 这个每天的计划。 没有,就是每天,只有这个。 好,嗯。 很好的计划。 就是睡和吃,然后吃食物的。 胖胖的,然后再训练一下。 OK,那Tidus下去。 没有,Tidus才3。 Tidus,OK,那接下来Tidus。 没有,我在Tidus时候。 Tidus在吗? OK。 听得见。 听得见。 Tidus 。 听得见。 听得见。 圣诞节的计划 圣诞节计划 睡觉 好 Omicorn Omicorn 好难念 睡觉还是什么 睡家睡觉 就已经很多事情了 好 该我 我叫Amanda 然后我们家成员是 一位先生 两个小孩 大的Aaron三岁 小的Alicia一岁 然后圣诞节的计划 想要带小孩去看灯 去前几年都没有去看过 今年想说 三岁了 可能是可以欣赏灯 这种东西了 所以想说今年带他去看 就这样 好 那谢谢Amanda 那Eric 你的麦克风没有开 是静音的 大家好 我叫Eric 那个太太 太太叫 是不是 孩子呢 一个是 今年五岁 然后叫Amy 我们的圣诞节的计划呢 还要 现在还没有 确定 因为国内的 圣诞节的气氛呢 现在在 那个 初年呢 在 在 在这个 尽量的让他 就是减少影响吧 应该是这样的 可能外面的节日气氛呢 除了 除了情侣套餐 可能就没有别的了 所以我们 我们也可能也是爬爬山吧 很棒 可以 运动运动 呼吸 新鲜空气 很好 好的 好 谢谢 那 那Daniel 如果你方便的话 不方便 没关系 因为你在开车 你 到家可以补充 我的 我们家四口人 我跟我太太 Sara 然后 Piper是大女儿五岁 Damian是 儿子三岁 Sara有没有上来啊 没有 圣诞节的计划 可能也是 就是跟 找的家 找一些圣诞老公公拍照吧 然后也许 可以去看灯 诶我们 那个Amanda 你们要去哪看灯啊 我不知道 我还在研究 我好久没看了 我都不知道去哪里看了 我到时候 可以介绍 几个地方 你们要去远的 都来一些 Jason应该知道很多 你们家满场 那我们到这里 我们到前后车 这样子去看灯 对啊 群聚一下 用车子群聚一下 好啊 好啊 The Marino 是不是 Sierra Marder 是不是以前都是 Sierra Marder 我听说 Sierra Marder Sierra Marder 开心 来约一下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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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急急了 明天 那我都熟熟了 睡觉吃饭 明天 好来 Jason到时候发一下 我们可以来决心一下 明天我OK 明天我OK吗 明天我不OK 我忘了 趁我老婆上班 趁我老婆上班 我们来群聚一下 诶怎么这样 干嘛要抛下他 当然要隐固他一起啊 不过明天晚上 看灯通常 不过现在有天晚的早 应该是可以早点去看 这样子 什么Sierra 那个是在哪里啊 大概6点左右开始 Sierra在孔雀园那边 对不对 Sierra Marder 在孔雀 在往北 在 哪里 哪里 在 Arcadia 那附近 Arcadia 往北 Montrovia 那个有点圆 可以有近一点的吗 Jason 有啊 Fierra有一家很棒的 啊 哦 你是去看房子吧 不是看房子 OK Ammy好 等一下 对 我们太开心了 那个Joy还没有介绍 开始吧 你好 我叫Joy 我老公叫Billy 然后 这是我的大女儿 Maggie 我还有一个小儿子 六个月 六个月 叫Ashir 我们圣诞节计划 可能出去走走吧 嗯 好 谢谢你Joy 很高兴 啊 谢谢 谢谢 因为我们同在 也希望你 嗯 可以多多的 来参加我们的小组 还有我们的团集 嗯 一定一定 好的 那我看到Ammy她 那Ammy我们刚刚是在 啊 因为我们今天有新朋友Joy 我们在做一个 呃 自我介绍 那就很基本的就是 介绍自己的名字 然后家里的成员 然后还有就是 圣诞节这个假期 有没有计划要做成 是这样子 啊 啊 叫您好 欢迎你加入我们 然后我叫Ammy 对 然后我家有三个孩子 嗨 你好 对 我 我有三个孩子 然后老大已经上大学了 然后老二是七岁 老三是五岁 然后 这个假期的话 呃 等着 可能要去C word 然后其他的话 可能也要去看灯 然后 嗯 或许 肯定也得带孩子去看 玩雪 嗯 嗯 玩雪 要等到明年 下礼拜 我在上面看到说是 呃 弄了假雪 还是真雪 在那个公园里面 是 是 我也看到了 是人造雪 有那些都是假的 就这个 这 好像是这个星期 还是 嗯 还是下星期 嗯 嗯 这开始 公园 公园 公园对会有 有好 好几个的 谢谢 嗯 你去吃一个 那个网络 他们应该会有 写 你给我 嗯 对 我有一个这方面的 连接 待会我发到群里面 嗯 好的 好的 好 那谢谢大家 我们 啊 你扭到家了 OK 我们眼睛就在看那边 那我们今天就来开始 我们的 冲头记 就是我们读的这一本书 叫做 未来之 历界界 我们这一年都在读这一本 去年好像 没有 对 这一年都在读这一本 我们今天的是第十三章 总共有十四章 我们已经读到 就是 哦 十四章 突然让我想到 那个 你是 嗯 OK 对 第十三章 那我们今天第十三章的主题 就是诚实乃为上册 对 不好意思 今天没有PowerPoint 因为我的电脑不在我身边 嗯 对 诚实乃为上册 OK 那我就跟大家 那我就开始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的来问我 对 OK 那这一本呢 就是 这一本 第十三章呢 其实他一开始在讲 其实这个作者 他在讲说他小时候 其实做了一件事情 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特别提了这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天呢 他看到他的姐姐 跟他的小 他姐姐跟他姐姐的朋友 在房间还是在家里玩 然后玩一玩 玩的可能太疯了 然后发生一件事情 就不小心把灯打破了 然后灯打破了 当然小孩子就会很紧张嘛 对不对 就赶快想要 会 会 不是 会什么 会 把那个证据 就是要把它处理掉 可是呢 就是这位作者 就是这个 这个妹妹呢 就看到了 然后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打小报告 对不对 然后等他 他们的父母回来的时候 他就打小报告 跟他父母说 我跟他的爸爸妈妈说 就说 其实他们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把东西弄坏了 然后这样这样 那 因为打小报告呢 他姐姐后来知道了 就很生气 然后就 你知道吗 就是 之前有一句成语 叫做拳头不打亲人 对不对 可是他其实就用拳头打 对 所以 所以他的讲说呢 一开始他的讲说 当你在别人背后 打小报告的时候呢 会怎样呢 就要预期在人际关系上 惹来麻烦 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各位 各位弟兄姐妹 有没有打过小报告 我个人小时候 其实常常会打小报告 就是对我哥哥打小报告 就是 可是 然后 结果呢 就跟这个作者一样 被他的 被他的姐姐 修理 所以我抽象 拿小报告的 后果就是被我哥哥打 对 然后他有讲呢 他后来有在讲呢 在人际关系里面 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 就是要直接的来沟通 那直接来沟通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当 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一定要当面的 把事情 就是公开 然后跟 跟那位 你发生 事情的人来做 做一个沟通 对不对 然后其实在圣经上面呢 有讲到很多关于这上面的一些 一些 就是有一些经文在讲这些的 那我就分享一几个给各位弟兄姐妹 就是说在 立位纪第十九章第十七节 讲说 总要 只在你的灵色 免得因他单罪 然后以佛所 所书第十章 二十五跟二十七 有讲说 所以你们要 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色 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 互为之体 不可以给魔鬼流 地 对 所以 然后在真的呢 他其实 他其实把这个沟通呢 他说沟通 其实是对人生 最好的方法 那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 但是呢 有很多人 他们没有办法 就是他们不用 这个方式来 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反而呢 他们会选择什么呢 或者就可以了 他们反而会 用来 会 用逃避 逃避的方法 逃避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 忽视那个人 或那个的问题 那这个其实很简单嘛 这个的话 我觉得 就是忽视那个人 或就等于说 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 有些人就 就怎么讲呢 就有点像是 骆驼的形态 对不对 是骆驼吗 不是骆驼 驼鸟 驼鸟形态 对对对 驼鸟的形态 我想说骆驼 它会钻投到地里面 大家都会 驼鸟形态 对就是它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我记得 以前小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就是 小孩子 就是当发生 可能或是 碰到可怕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父母就会说 你把眼睛闭起来 你就看不到了 对不对 或是听到那些 很可怕的声音 那种晚上 父母就会说 那你把耳朵捂起来 你就听不到了 对不对 逃避嘛 对不对 逃避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呢 三角关系 那他讲的是 这个三角关系 不是第三者 是第三者 可是跟我们 想的三角关系 不一样 他讲的三角关系 就是如果 我 怎么说我 甲方跟 比方 在争吵 然后把 另外一个完全 没有关系的人 拉进来 就说 那你觉得怎么样 那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 三角关系 把第三者 拉起来 或者是忽略的方式 来处理 那忽略的方式 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 最简单就是 冷散 对 有吵架的时候 因为我相信 我们长这么大 不管是跟 我们的伴侣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父母 多多少少 一定会有一些 增值 那他讲的说呢 其实 有一些人 他们就会用 那种所谓 忽略的方式 来处理 那这个其实 也不是很好的 就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所谓的冷战 所以呢 记者 不是记者 作者呢 他就讲说 这个基本上呢 他就用一个 quote and quote 叫做 坦承律 坦承律 说出 是人生最好 是最好 是活在光明当中 而不是要 逃避 这个当中 那 其实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看 有一些 可以帮助孩子 在人际关系中 开放 产生的原则 那我觉得 虽然这一本书呢 是在讲说 为孩子做立 为 为孩子 立 界线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讲的这些都是跟 我们父母 跟孩子的一些 关系 或者是一些 处理的方式 可是我觉得 这一章呢 第十三章呢 其实 在我 读的时候 我发现说 其实在我们 大人 成人 不能说大人 成人 成人上面 其实也可以 学习到很多 因为我们 因为 是在讲说 人际关系嘛 所以这个人际关系 不只是 父母跟小孩 人跟 我们 我们成人 跟我们 可能同事 或身边的朋友 的人际关系 我觉得 有些 很多这些 都可以 应用到 OK 所以他又 给很多原则 原则一呢 是什么呢 就是 你自己 先活出 坦诚的 法则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给了一个 小小的故事 他就说呢 有一些 有一次呢 他去拜访了 一个同事 然后他到了 同事家呢 就发现 一个非常奇特的事 他同事有一个 十二岁的小 儿子 那他小儿子呢 就在那边 做家事 西地啊 整理 整理家里 被乱丢的东西啊 然后他就会 觉得很奇怪 然后后来呢 他就把那个小孩子 他朋友的 儿子叫过来说 问他说 到底发生什么 这是怎么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 那小孩子呢 就想说 因为那时候 他的母亲 在 讲电话 然后 他就感觉到 他母亲 不高兴 然后这个孩子呢 就觉得说 他的母亲 是不是在 生他的气 对 所以 是不是认为 他做了一些 什么事情 才得他的母亲 生气 对 可是他不知道 是为什么会生气 他母亲 为什么会生气 他只是认识说 可能是他做错了 一些事情 对啊 那后来呢 我们就去 后来 去了解了一下 就发现说 其实他 他母亲 在生气 在讲电话 生气是跟 电话另外一头 另外一头的 那个人生气 不是对他儿子的生气 可是为什么 他儿子会有 这种想法呢 对不对 因为后来发现 他那个朋友 从来不直接告诉 别的人 不管是家人 或者是朋友 他的想法是什么 对 也不会跟别人 也不会 也不会跟 跟人家说 他们做错了什么 所以等于说 基本上呢 就没有一个坦诚 他不是一个 很会坦诚 他的想法 他的一个 一位 一位 成年人 应该这样子讲 所以呢 这种行为呢 为了交给他的儿子 就等于说 就交他的儿子 交给他儿子的 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 为什么会交 不好的榜样呢 第一就是 就是让他 对自己的行为 没有信心 对不对 他母亲只要一生气 可是他不知道 为什么生气 他会觉得说 可能是不是 我今天 做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了什么话 然后惹我的母亲 生气 所以久而久之 他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会不太敢做 所以就对 为自己的行为 没有信心 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 是做对的 还是做错的 那第二呢 就是不能够 自由地 去爱母亲 因为他要忙着 挂虑母亲的感觉 因为他母亲 不会分享 他的感觉 他不会告诉人家 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的感觉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他也没有 那没有办法 去跟母亲分享 他的感觉呢 其实他的情绪上面 其实 因为分享交通的时候 就是跟 人跟人谈话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 情绪释放的方法 对不对 尤其是女性朋友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对不对 男生的话 可能就是不是 就是不是 就是男生的话 弟兄的话 可能就是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对啊 那你 那姐妹的话 他们可能就是会 打个电话 然后 然后就 就是一直讲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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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心情就好一点 对不对 然后第三呢 就是他一直在观看 和效仿 效仿这种 就是 至于会破坏 他与人建立 比较好关系的 共同方式 因为他从小 从小没有受到 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他可能长大以后 也是不知道 怎样来表达 他的情绪 然后就是 也是用这种 方法来 跟身边的人 来做一些 共同的方式 然后这个 对啊 所以父母 父母与 彼此之间 跟 父母彼此之间 跟子女之间的 共同方式 所以是要 坦诚律 就是用一个 坦诚律 来做一个出发点 那原则二呢 就是让界限 清楚 易懂 对不对 那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 就是因为 我们的小孩子 基本上 年纪 大概都是 差不多 的年纪 从可能 一两岁 大一点的话 可能到五六岁 现在大概是这样子 五六岁 六七岁 这样子 那所以 要给孩子 设定一个界限 对不对 因为孩子 如果孩子是在一个 没有清楚定下 规矩和 期望的家庭里呢 会很难 培养出 有条理的个性 对不对 当你对孩子 有要求和规定时 要确定 他们知道 那是什么 你才有机会训练 那很 很简单的讲呢 就是因为我们 我就给一个 例子 就是我家的 我家的 儿子 老大 他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 就是有时候搞不清楚 界限的 小孩子 怎么讲呢 就是他 就是 很好动 很喜欢 很喜欢玩 所以下课的时候呢 回到家的时候呢 可能他就会说 他想要玩一下 那就会让他玩一下 这样 可是呢 然后 可是现在上学嘛 他现在读一年级会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功课 对呢 所以玩 完了 比如说玩了 一定的时间呢 现在要 现在接下来的时间 是要做功课的时间呢 那 可是如果他 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定一个 好的一个界限呢 他就会把 玩的这个方式 带到他 在学习上面 来 就是在他学习上面 然后你开始玩 因为他在 有可能在 做功课的时候 他就是边做边玩 这样子 然后就没有办法 有一个好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 这个话 这个界限的话 是很重要 就是当小孩子 要玩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他 很 随意地玩 可是当玩的 这个时间结束了 然后我们到 下一个 要做的 比如说做功课 或者是吃饭 吃饭的时候 也不能玩 吃饭有吃饭的规矩 在学校 有学校的规矩 我觉得这个 就是一个界限 我们在公园 你可以玩 当你离开这个公园 或者是我们去教会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的 跟我们在 怎么讲呢 在公园的 应该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一个界限 说OK 我们在什么场合 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不清楚的话 对啊 就基本上 你就没有办法训练小孩子 是说 对他们来讲 在每一个地方 都是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 怎样做都可以 对啊 我现在有一个很深的 就是 因为我们家的这一只狗 它现在就没有界限 对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 他刚到我们家的时候 我们有尽量的训练 他就是 上厕所是在哪一块 地区上厕所 对 可是到后来因为 因为都要上班了 也没有办法 就是之前是在家里上班 还可以多一点时间 可后来就是 然后回公司上班了 所以基本上呢 早上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 他自己 他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然后他就觉得说 他没有界限了 所以他就可以 在这里上厕所 在那里上厕所 其实到处 满当厕所 对啊 所以 所以这个 我觉得就是 不只是人 狗也要给他界限 对 然后第三呢 原则三呢 就是 消除 消除 惧怕 使他们放心 沟通 对 然后作者有讲到呢 不肯直接沟通的 基本原因 在于惧怕 一般而言 有两种惧怕 会使人不敢谈产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怕失去爱 然后另外一个是 怕人 抱负 对 所以这两种惧怕 其实都是 还蛮常见的 对 然后 就是 就是在他们 想要 向人 坦诚 所感受到的 事情时 就会在 就会在恐慌 和惧怕中 退缩下来 事实上 这些 恐惧力量 就是许多 成人 去上和 焦虑的根源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其实有 有那个 其实有很多 有很多 例子说 要怎样子 让我们来 增强这种 就是 增强 就是来把这个 惧怕这种 感觉把它消除掉 那我可以 我跟大家 分享一些 我觉得还 我觉得还蛮有 就是蛮有趣 我觉得还 蛮可行的 对我个人来讲 是说 第一 就是所有的感觉 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觉得 这个在跟 小孩子 尤其是我们 现在这个年纪 的小孩子 是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 就是一个开始 就是小孩子 他们会想要 小小的小孩子 会想要 来express 他们的一些 想法 一些感受 可是如果 当一开始的话呢 比如说 怎么呢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如果小孩子 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你第一件事情 说 你不应该这样子做 对 然后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就这样子 九十九十呢 他就 他就 不敢 表达 他的这些感觉 这些感受 因为他一表达的时候 他会想说 我的 爸爸妈妈 会不会 用这种 责备的方式 来 来 来对待我的时候 不管是感觉 或者是我的 一些行为 对 所以第一的话 是让小孩子 可以有这种感觉 是说 都可以接受的 可是我知道 这个其实是 说起来 比做起来 很难 因为我常常 就是也会发生 这种事情 尤其是我们 讲两个小孩子 在吃饭的时候 很喜欢玩 然后 对啊 然后有时候 一玩的时候 桌上地上 就掉了一大堆 然后我就会念他们 说 你们不应该玩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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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样 对啊 所以要我们 我个人还是有很多的 功课是要做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要先给予同情心 所以这个跟刚刚那个 其实是有一点关联的 就是你要先给予同情心 比如说 他做错一些事情 你不能 就是不要先骂他 而想说 哦 怎么会这样这样这样 也是很难做到的 可是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一起来 往这个方向来做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 我们要把爱和现实是分开的 怎么讲呢 就是说 你要有恩慈 要有爱 但是也要保持有足够的坚定 让他们知道 就是你生气的时候 就是他什么生气的时候 不会毁了你 也不会 也不会 虚实你离开他 所以 这个的话也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要把自己的骄傲自我 和自我崇拜 放在你 因为从你的内在 这些部分 带出来的负面反应 会增强孩子 最原始的惧怕 然后有一个 我很喜欢 就是鼓励孩子 把感觉 用话语表达出来 那这个其实 我们从小都有在 跟我们的小孩子 有 我不能说训练 就是有鼓励他 就是他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会希望 他都可以表达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 尤其是在上学的时候 小孩子开始上学 或者是开始 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分享 他 生命中会碰到的一些事情 因为他知道 当他分享的时候 他得到了第一个 是不是那种负面 不是那么会惧怕 就是会 会生气 或者是会责备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 是一个 福利还是把感觉 用话语表达出来 然后原则是呢 就是不要增强孩子的 沉默的表达 沉默的表达呢 是什么呢 其实我个人还蛮有深刻的 对不对 然后 我先来讲一下那个 所以沉默的表达呢 基本上就是 一般而言呢 退缩型和对抗型的孩子 他们都是怀抱着恐惧感 对 然后你要保持温柔 你要 我们需要保持温柔和关爱 但同时不要对他的沉默表现让步 就是让他知道 你是站在他的那一边的 然后但是呢 你要但是你要尽量的让他可以用 用一些言语的方法上面 来表达 表达出他的这个感觉 那为什么会说我印象很 就是我还蛮深刻的 我们家的 我们家的女儿就有点是这样子 沉默的表达 对 那不要看我们家女儿这么可爱 其实他那个 他脾气来的时候 就是 谁跟他讲 都没有用 那我给 给一个example好了 就是 就是有时候呢 而且他的点我们也抓不住 他有时候可能是我们 做了一些事情 或讲了一些事情 然后他就会开始不高兴 或者是就会哭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他就会哭 然后 我很微寒 就会试着 问说 发生什么事了 怎样怎样呢 可是他就完全就不理你 然后就在那边闹脾气 那 短的呢 大概20分钟 30分钟 长的呢 大概一两个小时都有了 对啊 然后要等到他情绪过了以后 然后 有时候是要隔一天 问他说 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才会跟你说 所以他是选择用那种沉默 虽然他不是沉默 可是他只是在那边闹 可是 怎么问都问不出来 这是沉默的表达 那这个呢 为什么不鼓励呢 因为我 我和威涵 都是觉得说 这个尤其是 这个其实对小孩子是蛮吃亏的 尤其是出社会 不是出社会 出这个家的时候 就是说要开始上学了 然后如果在学校 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他就在那边哭 在那边闹脾气 可是 老师想要了解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却等不到任何的打 对啊 所以这个 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他在express 他在他的 他的情绪 可是他这个 express的方式是 你可以说是沉默的 就是他 就是我们 生日父母 要来 开导 不是可以 也不能说开导 教导他 就是要用 言语上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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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 这个他的 就是要把话讲出来 对 对啊 所以这个后面 其实作者有讲到 秘诀是在于不许他用这个方式表达 并且鼓励他的口头上的沟通 告诉他 我想知道你的感受 但是 但是我想要听你说出来 不要用行动表现出来 对 然后原则五呢 就是不要介入其中 对 然后他说 尤其是 弟兄姐妹之间 互相 翻弄 是非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是 教导这个原则 最佳的 时刻 对 然后这个其实 我和 微寒 从小 其实就 这种 就是都还蛮 agree 用这个方式的 就是我们 家两个小孩 在吵架的时候 或者是在争吵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 都会让他们 自己来 先解决 想办法解决 虽然他们现在年纪 还很小 一个三岁 一个六岁 可是用他们的方法 来解决 可是作者也有讲到说 是有 是在一些 特殊状况 这是有一个 有一些 我们讲的 就是 exemption 那这个也是 我和微寒中 很同意 一般而言 除非有什么 不安全的状况 否则你都要 让孩子 自己解决 彼此之间的 冲突和问题 对 那这个呢 其实我想再加一点 因为他只有讲到说 不安全的状况 那我们 还有一个就是说 可是还有一个就是 当小孩子 他们的 用的言语 还有态度 是不恰当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会 我们就会 来跟他们讲说 就是我们基本上就会 就会 就是会 参与其中 可是 在这些状况以外的呢 基本上我们都会 很愿意 让小孩子 自己来 因为我觉得 等于说 人跟人之间的 所谓的这种 争吵啊 或者是一些 一些意见不合 我觉得 因为不只是小孩子 我们大人其实也会碰到 对 跟我们身边的朋友 不要说身边的朋友 跟我们自己的亲人 跟我们的父母 跟我们的另外一半 对 我们的朋友 我们工作上的同事 或者是我们在教会的 弟兄姐妹 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 如果从小 就是 没有受到一个 就是自己可以来 就是来学习 怎样自己来解决的 这个关系 这个 所谓的 机会的话呢 那 我觉得这个 到时候 我们小孩子 长大的时候 然后碰到同样问题的时候呢 会对他们来讲 会会比较 比较吃亏一点 那 我 之前其实有看过一个 节目 那其实我之前也有分享过 那时候 有一个节目叫做 爸爸去哪 然后那个节目呢 有一集呢 对 那爸爸去哪 基本上就是 那个节目就是会找很多爸爸 然后带他们自己 带自己的小孩子 不管是男生 不管是女儿或儿子 然后就他们就会去 带他们去一个地方 然后可能就是住一段时间 然后会 会有一些挑战啊 等等等等 对 然后 其中有一集呢 我看到呢 就是有两位父亲 那时候已经 基本上 已经到尾身了 有两位父亲 带的是刚好 带的都是两个女孩子 可能大概就是小学 一二年级 二三年级左右 的这个年级 然后那个小 那两个小朋友呢 就是一直都很好 可是呢 中间为了一件事情 为了一样东西 然后起了一个争执 就说 这个小朋友他想要 另外一个小朋友他还想要 所以就开始 就起了争执 然后其中一个小朋友呢 他就去找他的爸爸 就说 爸爸爸爸 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 那他们两个都想要 这个东西 想要他爸爸去 去来帮忙 那他爸爸就做了一个 非常 聪明的一个动作 就是他就跟那个孩子说 我觉得你们已经够大 你们这个事情 你们可以自己去商量 然后他爸爸就没有 介入在这个事情当中 那那小朋友没有办法 他们就回去了 然后他们就真的在商量 然后后来就 就没有事情了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位父亲真的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人 对 所以 在这个第五个原则 他后面其实也有讲说 同样的原则应用在 父子和 孩子和父亲 或与母亲之间的冲突上 只要是安全的 对的 就是让孩子自己和父亲 或母亲 去决问题 然后若是和朋友起冲突 但要让他们自己去做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 然后最后一个原则呢 就是教导孩子 讲出自己的界限 那这个我觉得 是我个人觉得 是里面最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 这个小孩子的年纪 那讲出自己的界限呢 他讲说因为 就是他们 就是我们的小孩子 其实会遇到许多 同僚的压力 或者是会想要 伤害别人的孩子 以及在游乐场 会碰到一些 基本上他讲说 这个社会上 什么样的人都会有 从小孩子上学 读小学 读中学 读高中 读大学 到出社会 都会碰到 各种各样的事情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人 那可是当 我们的孩子 从小没有教导他一个 要讲出自己的界限的时候呢 就会 从往往的 往往而言就会 受到一些 所不需要的一些伤害 那怎么讲呢 他其实下面有给很多 然后如果各位有书的话 可以看到 你看 不知道照不照得到 都写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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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不要 那 他讲了这么多不要呢 基本上 跟那时候 我跟 辉涵讲的 也是 跟我小孩 跟我儿子教导的也是 那时候呢 我跟儿子 他开始上学的时候 幼稚园的时候 有跟他讲过 如果在学校 有人做了一些 你不喜欢的事情 你不喜欢的 你要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跟他讲说 叫他 stop it 然后要跟他讲说 I don't like him 而且是要很明确的 跟他讲 stop it 让他知道 那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要教导小孩子呢 因为 我相信 因为小孩子 其实 尤其是在这么小 可能 上幼稚园 可能是可能三岁 早一点三岁 四岁 就开始 就开始去学校了 那他们在用识方面呢 其实 就是怎么讲的 他们不太会表达 他们的 他们会 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 他们的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 对 所以小孩子 他们最长的就是哭 因为他们不知道 要怎么表达 我们要 我们要 教导他们 就是我们会 那时候我们就教导 我们的儿子说 你不喜欢的时候 你要说 stop it I don't like it 然后 那当他碰到 在学校 有其他人 对他做一些 他不喜欢的事情 他就会知道说 OK 他要这样 stop it I don't like it 然后这个就等于说 是教导小孩子 自己的界限 他下面其实有很多 他上面有很多 范列 可以用来装备他们 那一个就是不要 然后教导他们用 就是教导他们用 什么的语气和态度来说 这两件事情 比如说不要 我觉得不舒服 不要我不想要 不要 我不要做这种事 不要我的父母 不准我这样做 不要上帝 不要我这样做 不要我做这种事情 不要我知道 别人的私处 是不该碰的 不要我不喜欢吸毒 毒品会害死人 对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这些话题 听起来都很简单 然后会有点是老套 可是 但是有些小孩子 需要事先知道 这些的说辞 要不然他们碰到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 怎么 怎么也来 来表达 他们所不要的 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什么 练习 从小 给小孩子 这个练习 OK 然后最后呢 就是其实我们讲了 这么多这些东西 最后的终极 界限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讲了很多 每件事情到最后 都会和关系 有关 对不对 然后呢 可是事上所有的界限呢 都可以总结在两个 建议上 就是爱上帝 然后爱人如己 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知道 人所需要的爱 比我们自己 所认为 认为的 认为的 还要多很多 那找出这真正 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我们 所感觉 带到关系里面 对 所以 总结的话 基本上呢 他第十三章 讲的是 等于说 跟孩子的一些沟通 然后跟孩子的一些表 就是让孩子 怎样来做一些表达 我们发现 其实 他上面很多都是 用爱来做一个基础 对不对 那就是 让小孩子知道 我们是爱他的 他就会 愿意的来 有信心 愿意的来 无忌惮的来表 对我们来表达 他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 就是他的一些感觉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们 在做 教导 小孩子的时候呢 虽然 虽然 常常 或有时候 会很生气 可是最终呢 我们还是需要 用这种 这个爱来做一个 最初 最初的 一个出发点 练练 必须他们还是 这么小 OK 好 那我今天的 那第13章的分享 大概就是这样 那来一下 这10分钟 我好像讲了 40分钟 OK 没关系 那我们有三个题目 你们有收到三个题目吗 没有 摸一下 我的手机不带我这 我好像忘了发到那个 各位 好 你们各位 订阅 各位订阅 订阅 可以先讨论一下 如果有什么 什么问题 疑问 我去拿一下 我的 等我一下 没办法 OK 那我想一下 我应该还记得 三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就是 第一个题目 就是 我先问一下 各位弟兄姐妹 有没有 关于这第13章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刚分享的 有吗 没有 好 那我们分享的三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就是 当 小 当小孩 当我们的小孩子 碰到所谓 打小报告 然后 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 打小报告和争吵的时候 别人争吵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 然后 第二个 讨论的题目 我们先讨论 这一个好了 好不好 各位弟兄姐妹 有没有要讨论 或者是对 第13章 有没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来 分享一下 准备 和 准备 那 我们 有什么 谢谢大家